IT全部报 新奇酷炫 咋知道 去年英特尔刚刚发布9代酷睿处理器 酷睿i9900K一度涨价到600美元 稳定售价也在500美元左右 这两天降到了历史低价475美元 对于游戏玩家来说 甚至可以说是过年了 当然这次的降价是在国外的电商平台 看完蓝队的情况来看看怀人队吧 锐龙9 3900X虽然只是三代锐龙中的 次期间 但在锐龙9 3950X延期的今天 它依然是目前最佳选择之一 首发价499美元 就能买到12格24前程游戏处理器 只可惜锐龙9 3900X的供应 一直不太给力 上市两个月了依然是抢购中 这两天价格又涨疯了 在国外的电商平台上 价格都逼近800美元了 超过800美元的价格也不少 与上市价499美元相比 800美元的锐龙9 3900X相当于溢价60% 这个涨幅比库瑞 i9 9900K去年的涨幅还要高很多 实在让人咋舌 就算是这样依旧还是供不应求 然而看完国内的价格 就很沉默了